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去采与著名的敦煌壁画 故事发生在唐代 中国画工沈彼章和女儿英娘 在丝绸之路上搭救了波斯商人伊姆斯 但不幸遇到盗匪的抢劫 致使妇女离散 五年之后 英娘沦落街头卖艺 巧遇沈彼章 伊姆斯不惜重金赎回英娘 妇女得以团聚 天伦的乐聚 是沈彼章才思勃发 绘出了敦煌壁画的传世佳作 反弹琵琶 济月天 不了 画末未干 横祸又起 是令巧立名目 意图霸占英娘 沈彼章 沈彼章万般无奈 只得让女儿逃往波斯 直到伊努斯再度来唐 阴阳才得回归故国 可是 市令并不甘休 又勾结豆腐 拦截波斯商队 沈彼章 沈彼章 为救老友 奋不顾身 点火报警 不行 惨遭杀害 二十七国交易会上 英娘和伊努斯 献疫名冤 何夕节度使 严惩了恶人 万邦通好的丝绸之路上 飘飞着吉祥的花雨 响彻着有益的声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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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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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